南无华言慧上 佛菩萨 请合掌三称 接下来就放掌听目语的速度 从第二页一直念到第七页 南无华言慧上 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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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合掌 南无华言慧上 佛菩萨 今天的日子 南无华言慧上 佛菩萨 佛菩萨 先离慧上 无尽华皆生 依然深信诸佛 皆从满各一切 应生还不出尽妙言 此今与未来一切 皆赞佛神神功德 爱意诸最深妙华 满几月如相机善待 如是最深庄严知我已公养 诸如来对神 义父对神 相莫相朝相遇等 诸一天如妙高知我喜公养 诸如来我已光大圣洁 信神信一切三世佛 其不现曾愿意不便公养 诸如来我习所造诸佛 也别有无事叹诚之同身与一致 所生一切我今皆参为师方一切 诸如中生而生有学 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 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等 诸如来自相当世佛 未处成就不提这我今一切皆全 请尊于无上妙华 论诸佛若于是列盘我喜之身而全 请尊于无上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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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次胜功的微相 无常振罚 皆行相过 发及曾经 耳地融通三美影 如是无量功的海 来我今皆喜今回 向所有众生 身头一见我担保 我怕等如是一切主也 将其皆消灭今 无余年年之灼 与法皆光度 众生皆不回 乃至时空 世界尽 众生皆烦恼 今如是此发光 无边缘今微相 已如是 Lift it up 了呼身 系天噥水 ¿鞍ak 阿弩 达 淡沙 iets naturalît espim hip 山南满 cleaning 天噗滴RLYi THBRYEAT 八幡四、三昂嘛。 半夜八幡五三、八幼四、三昂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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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一直走 其实你无法判断正邪真假 而且要让正法注视的话 道次力是非常重要 举一个例子 先看台北101 台北101是台北很大的landmark 也就是地标 当然我也知道在大陆或其他国家也见得更高 那现在你看 我们在地底下一楼 要上101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坐电梯 第二个你要爬楼梯 第三个呢 他们还说笑话 上次还有个蜘蛛人 从法国飞来 特别从这里爬 爬到上面 那我现在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修行有剑法 也有顿法 英文叫做 Gradual Enlightenment Step by Step 剑刺 就像爬楼梯 一楼爬到二楼 二楼三楼 还有一种叫 Suddenly Enlightenment 就是动物 那这是什么 坐电梯 可是你告诉古人说 你现在按一个机器进去 嘟了一声就会到上面 那他会吓死的 那我会被被卡住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元顿的大法 是对很深的根性的人 就像六足奉能大师 说金刚经 是对上上根性人而说 中下根性的人 虽然读波尔经 其实只是节节源 同样佛开 无量的教法里面呢 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 一层一层的爬楼梯 有什么好处呢 总是发生了意外 电梯停了 我们还是有逃生的楼梯 所以 当然你在爬的时候 可能从一楼爬到十楼 十楼爬到二十楼 二十楼当中 你因为喘一口气 坐下来休息 你可以继续爬 可是有人也说 哎太高了 尤其是老先生老爱他 我不爬了 太累我就退回来了 这说明我们心情当中 也是会静静退退的 所以道次第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 希望这次讲座完 能够供养大家 不管你全部什么东西忘了 请你不要忘记 为力众生 愿成佛 这是所有一切诸佛教法的 最大的核心 我们来这里 我想会长 还有所有干部 都是呢 unconditional support 就无条件 无私的奉献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众生 从轮回里面得到解脱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有些人我们会静静退退 有些人我们会有清静的心 有杂染心 所以我常说一句话 没有中阿罗汉果之前 谁都不要嘲笑谁 大家都是很丑陋的 要懂得去体谅别人 想想看 昨天看六道轮回的图 轮回是很苦的 我们在天上住过 也在人间住过 我们也在地狱受苦过 苦在哪里 不在外 而是我们心中 贪嗔痴三毒的烦恼 没有真正的彻底去解决 不管你听南传 北传 藏传的教法 它都是不同的方法 来调伏我们这个三毒的烦恼 而贪嗔痴 转成为就是 贪就转为广大的慈悲 称就广大为 出世间的智慧 施呢 就会转变为 无有曾经的怨恨 所以我们永远在 迷惑造业受苦 迷惑造业受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精进学佛法 法有它的功德 请看四十八页 今天看第十八 四十八页 第十五行 怨道尽获 请专心听 这个今天讲的第三段 怨道尽获 是通于大称 也通于金刚称 第四段 怨破正治 它是才完全讲金刚称 也就是从 学金刚称是很出胜 可是你要有大称的基础 请看讲义 总说 说明空性的重要 与它的羞耻 别显呢 就是 藏传佛教里面呢 最伟大的呢 就是第一个 菩提心 第二个叫 自他交换 请你做个记号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问我 金刚称修什么 金刚称不是修你的财神 弄弄弄弄弄弄弄 灌个顶 回来灌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只是想要发财而已 金刚称伟大的地方 是告诉你 发菩提心 是一切的众生 如等虚空 如母 无量无边的 有情众生 接下来 它具体的方法 是什么呢 修自他交换 什么叫自他交换呢 这是很重要的 来回解释 也就是说 我们人之所以 我很痛苦 因为是很固执 我们常常都用 我们自己的角度 想举个例子 来 我不要给你看 我现在拿 沐浴跟这个 引庆 沐浴代表自己 引庆是别人 你看我们会有 很多很多的 误会跟通促 冲突 从哪里来 因为你都是 用你的角度 去看别人 譬如你会发现 传统上 爸爸妈妈妈 跟现代的孩子 都有代沟 为什么 答案简单的讲 你给他的 不是他要的 我先举新加坡的例子 对不起 因为我对东南亚 比较熟 待会再讲到 我观察到 德国人的例子 可能你只要 比较能接受 一讲你们 你们可能不会太高兴 下次可能就不请我了 开玩笑了 譬如说在新加坡 新加坡人工作 现在非常辛苦 看这里 他这个沐浴 是代表自己 他的小孩 也可能是基督徒 可能天主教徒 那新加坡人呢 因为全世界东南亚 工作都很辛苦 从八个小时 做到十个小时 还做十二个小时 回来一起都很累了 可是我看到 新加坡的佛教徒 很虔诚 但是跟孩子 沟通都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里讲 不会自他交换 很强硬 他会讲 妈妈会跟你讲 Dear daughter OK I just buy the drink for you OK Apple juice No argument Shut up Drink it Eat 意思是说 孩子啊 我已经给你买了 苹果汁了 你就给我闭嘴 不要跟我辩论 你就喝了吧 我问你 假如你是孩子 你感觉会喝吗 答案你想喝 你死也会跟妈妈 闭嘴的 我就是不喝 其实他心里想 为什么 因为你太强硬了 你说慈悲 慈悲 慈悲你一天天的 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离开咒的时候 你是这样对你的孩子吗 现在是不是给你的建议 是应该什么 什么叫自他交换 看这里 木头跟引擎 晃过来 站在他讲一讲 假如我是女儿 我希望妈妈怎么样跟我讲 用什么方式跟我们讲 我们华人也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太强硬的个性 所以假如你换个方式 比如说你是女儿 其实他也知道 妈妈很辛苦 对不对 下了班 你换个方式 来讲 把它换过来角度讲 这叫自他交换 待会我会讲教育 我先讲故事 假如你是个妈妈 你会说 女儿啊 What kind of juice You want to drink 哪一种果子你想喝呢 可能有apple juice 有lemon juice 有any kind of juice 然后你就问 妈妈有点累 女儿你很孝顺 你跟妈妈一起去 supermarket摆好吗 我们一起去消费好吗 她会很高兴 因为她被尊重了 第二她被邀请参与了 知道吗 然后呢 当你体谅她的时候 她更会体谅你 然后呢 当你她说 女儿啊 抱歉哦 妈妈呢 今天要去听经哦 好不好 我煮好了 食物给你啊 放在饼 你用微波炉 你自己热一热吃 等妈妈听经再回来陪你 她一定会感动说 妈妈没关系 Just go ahead I will have everything 你赶快去 去听经你去上课 不会照顾家的 为什么 你尊重别人 别人也会尊重你 请你写下来 佛教徒是最不会尊重别人的 很会念经 可是呢 第一个都是呢 用自己强迫别人 这是我看到中南辽 很多的佛友 老菩萨 永远在修观音法门 可是你念了半天 简单的说 不是说念经没有用 而是他在心里没有转动的力量 转动什么呢 这里讲 自他交换 请看 沐鱼是自己 别人 你应该反过来 站在他的立场下 生起慈悲心 举一个例子 不好意思 那天昨天你帮我庆祝生日 我很感动 我真的很surprise 是不是很 really appreciate 可是问题是 你想 假如我现在帮妈妈 庆祝生日 我是妈妈的话 我希望人家怎么庆祝我 这个就是自他交换 这个就是破除你我职的 第一个最锋利的宝剑 这叫做 转过来 站在立场下 慈悲心 接下来这样还不够 你要再转过来 换回来 什么方法 帮助他 才是他要的 这叫身体 智慧心 所以自他交换里面 包含慈悲的修持 也包含智慧的修持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夫妻之间 有很多吵架 因为你永远在挑剔别人 我在东南亚红法 是不受西方教育 先不要谈佛法 我看到众生很苦 有三个很苦 你可以写下来 第一个叫very emotional 非常情绪化 第二个叫very critical 非常挑剔 第三个 negative thinking 就是负面思考 现在人很苦 就是这三个 你会发觉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 非常的情绪化 就是什么东西 要鸡毛蒜嫩的事情 都可以小题大做 吵架都没有好话的 吵架之后 只有讲自己对 别人都永远是错的 可是看师父表演 中国有一句话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巴掌响叮当啊 你都说别人错 你自己就没有错嘛 佛法就是从这里修 真正修行在这里 至于什么 诵经啊 念佛啊 那是改变你心的方法 很多人都跟我讲 师父我要诵什么经都有效 其实任何一部经有效 但是你若没有抓到 这个修行的关键 你就会 面里其实没效 对啊 我看你那么固执 其实也很难有效 对不起 对不对 我们没有透过 诵经念佛念咒礼拜禅修 来转动我们的心 所以佛法 各位我们不是一生学佛 我们都深深事在学佛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深深事是什么东西 考不及格呢 惭愧的说 包含着我自己 可能我们都考了59分啊 有人贪心比较重 有人称心比较强 有人愚失心很重 大部分呢 三个都很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继续轮回啊 你要想 那我们这辈子要呢 起码要超越我们 起码考个60亿分吧 你才能够出轮回 所以先学着 自他交换 因为讲 show your respect to another person 尊重别人 不要觉得说 我为你做了很多网 按你单 你给人家的 不是别人要的 再好的东西都没有用的 所以伟大的金刚证 自他交换是很重要 这样子慢慢的扩大 接下来自他交换 还有一个要扩展新量 一般的呢 爸爸妈妈 你一直想到你自己的家 很好 尤其我看到欧洲人 是不是在西方 是不是教育的时候 我发觉 他们都很重视家 family 这个很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 从方法角度来讲 家的人啊 太深了 其实我也会成为 你任何另外一个执着 所以他会讲空性的教法 那你看看 你关心家 最多也是十几个人 你的家族很大 最有二三十个人 就算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你可能照顾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就算你是伟大的董事长 CEO 可能呢 你也照顾一万人而已 对不起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我姐我们台湾的总统 马英九总统 他要照顾两千三百万人 这么辛苦的在努力 还是大家呢 全民乱乱骂 对不对 那请问呢 你这辈子照顾过多少的人 先不要跟我顶嘴 说金刚经讲 无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 你用错了地方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你要发扩展你的心量 你问你这辈子 你到底关怀过多少的众生 我不知道全德国 到底有多少的人 对不对 八千二百万 多少 八千二百万 好那请问 八千两百万里面 你认识过多少人啊 你关怀过多少人啊 不管华人 西方人 越南人 印度人 欧洲人 八千两百万 你到底关怀过多少人 所以你常常在拜拜大悲赛 那么大比观世音 任我速度一切重 你是嘴巴念念而已 可是你回到现实生活里 你的心量还是很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念观世音菩萨没有感应 因为你嘴巴念 可是你心里并没有扩展你的心量 这要慢慢来 慢慢来 不是说我们今天听到 明天就做得到 但是你要学 打开你的心量 好就算你一个总统 德国 帮助这么多人 其实德国的总统或总理 还是很多人抱怨他 是不是 那就算你是做转轮圣王 像印度的转轮圣王 像佛陀 他的父亲叫 静犯王 他可以做印度转轮圣王 他帮助的人 也是印度的国土 你知道大悲观世音菩萨 普门里讲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所有的众生 大悲观世音菩萨 都没有放弃他 那才叫大慈大悲 尤其是当我搭飞机的时候 到其他国家去看 我看到下面有 晕晕的众生 对不对 这么多人 只要一求 观世音菩萨 都满他的愿啊 我们的心量 要加油 好吧 这是自他搅拌 接下来看一下 印度的图片 这是我去印度的时候 你绝对无法想象 各位住在这个 是有福报的国家 在印度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白天睡饱了 第二天起来 我看到门口 路边啊 小孩子被丢在那里啊 你真的无法想象 然后我拍照的时候 一个小男生靠近我 对不对 他觉得很奇怪 接下来你看到 你看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娃娃 这两个是孤儿啊 你一定无法想象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看到你 你这里怎么处理呢 可能有些人给他面包 有些人给他糖果 有人给他钱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可能呢 你心里一下难过一下 就走了 走到那你觉得 It's not my business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社会 也是很复杂 帮助人也要小心 那最好的方法 你叫警察 警察来其实也不理的 因为有太多的人 然后呢 然后呢 好 你叫社会局来 其实印度有太多贫穷 人救都救不完 不是只有这个 那现在问题来 假如你有神通 你看到呢 这个小男孩 是你过去的爸爸 旁边那个娃娃 是你的妈妈 你会怎么办 放声大哭吧 他一定会把抱回来 想见了各种办法 照顾他 对不对 然后想办法 他虽然是印度人 我会不会带回 我国家养呢 答案是什么 从阿罗汉的眼光当中 他有神通 可以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 那这个故事 给我们什么启示 其实写下来 学着看一切的众生 都是你的家人 这是修大悲心的开始 我再讲一遍 学着看一切的众生 注意听 要有清静心 你不会看到一个女生 说你过去是我老婆 看到这个帅哥 你过去是我爸爸 不可以 你这样子不清静的心 将来会有果报的 会做地狱恶鬼出生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以清静的心 看一切的众生 就像你的家人 尽心尽力关心他 可能在故事上关心他 在心理上鼓励他 最后在佛法上帮助他 再来看下一张片 这是我在Valanasi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带团体 要走了 要去朝圣 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坐这个车子 一步巴士 你知道吗 很残忍的一幕 因为我们观光客栏 你知道这个印度人 就拿了这两个猴子 然后就打他 然后就摇领 去他表演 那猴子一直跳 一直跳 就是希望大家给钱 可是他已经累了 趴在那边 那还继续编打他 然后用印度话骂他 类似说站起来 给我表演 现在人正课的时候 我养你呢 那时候后来 我印度朋友 翻给我听的 意思说 我养你啊 给你吃跟喝 现在给一点表演 那请问 他有没有慈悲心呢 其实他没有 他只看到这两个猴子 希望让他谋生而已 可是从佛道六道轮回的角度来讲 动物也是人去投胎的 请问 你看到这样的众生 你怎么生起慈悲帮他呢 是不是 所以其实说穿了 我们人啊 会沦为很苦 是因为很固执与自私 接下来请看 接下来我先想跳到四十九页 这一段呢 我是今天才打的 不再讲意上 请你自己操 先讲心与静的关系 看师傅 我的心 静 我前面有朵花 我叫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object 我们的心 你可以慢慢操 静 注意我的箭头 一个是往外 我们看到东西 其实我们都会感觉 这个外境包含人事物 比如说 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觉得需要一个电扇 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不对 德国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们房间都要暖气 师傅也住过英国 没有暖气 没有heater 你是活不下去的 我们的心 的确是需要外境的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就是我们会一直去抓他 贪得无厌 有了一个皮包 有三个 三个不够 还有四个 因为房间柜子呢 有二十双鞋子 其实你只有两个脚嘛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外国很有福报的小孩 娃娃很多 Teddy Bear 还有什么 这个Mickey Mouse 因为他太好面了 整个房间都是有 是不是觉得 留三个就好 其他就去布施 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 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你想一想并不多 所以人要知足 要感恩 否则永远是买不完的 好 你看我们的心 会去抓外面的境界 第二类 请看 心我改成thought 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念头 也会受外面的境界影响 比如说 你晚上噪音很大的话 你可能就是睡不好 对不对 隔阶呢 你的脾气就不太好 今天呢 你要赶业 赶业车 要完成一个学校或公司的project 哎呀天啊 weekend了 隔壁呢 刚好在开party 而且还是crazy friday 你看隔壁的境界 人事物 也会影响你的心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心 它是讲 我们有很多的念头 就是呢 可是我们的心是subject 外境是object 所以第二类是讲 我们的心其实常常受外境影响 第一类是讲 我们的心常常去抓外面很多的东西 让自己有安全感跟满足感 我再跳回第一个 所以我们中国话有句话 人比人 什么 气死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好 注意听 从空性角度来讲 轮回的根啊 你就是爱比啊 写下来 比是你轮回的根 我们人都很喜欢比哦 哎呀 你的老公啊 比我的帅啊 你的老公这一辈子 赚的钱比我多 哎呀 我的房子比你家漂亮啊 好 就开始比 然后就要比 比小孩 比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讲是非跟八卦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你既然要修行 叫做愿到进祸 转变你轮回的迷惑 答案是写下来 不可能不比 请写下来 自己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今年的比一比 去年脾气不太好 哎 今年我学佛了 虽然有点懒惰 BGM的Lazy 可是我脾气慢慢改了 很好 这才叫真正进步 上个月呢 我心很急 我这个月啊 做事开始慢慢来了 慢慢来 不要急 不要急 其实也把事情 可以做得很好啊 我想各位都很有经验 对不对 常常匆匆忙忙去上班的时候 赶快赶快赶快 你们一关 哎呀 My God 钥匙放在里面了 为什么 就是你心很急啊 所以也请你写下来 生的时候匆匆忙忙 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的 修行是在这里 修行不是比你念了几部经 那只是方法而已 效果你要检查 所以人轮回 因为还有我 还有自己的细微的我值 你不可能没有我 所以你要自己跟自己比 而则称为自己发菩提心 鼓励自己的动力 接下来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 哎呀 我进步了 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 心里会起起伏伏的 所以要连有要相互鼓励 佛教徒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没有世俗利益的冲突 要真心的相互鼓励 举个例子 妈妈当孩子发生车祸 送到医院 妈妈就有个想法 儿子啊 我想定办法就是把你救回来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帮助你以后呢 并没有叫你说 哎 你应该打个金牌给我吧 所以还愿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今天有一两位师姐问我 其实都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那根本不是佛法 观世音菩萨清静了当庄严来 累劫修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佛法 都说哦不行啊 我在观音娘娘面前发愿啊 因为我病好了 我就要还愿 我都不还愿呢 我家里就发生事情 谁说的 你看你打了金牌 然后挂到庙里 或道教或佛教 谁拿了金牌 妙宫拿走了 观世音菩萨根本不要你的金牌 你真正的要愿是说 当你生病好了以后 愿我能够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愿我能够不失 救度全天下苦难的众生 你这样的愿心的话 观世音菩萨才会欢喜的 所以第一个 心去抓劲 所以请各位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第二个 我们心会受外境的影响 也因为这样 所以为什么佛教徒 在东南亚的佛教徒 每个礼拜都要去佛堂 去参加共修 去上课 你会发现在佛堂 毕竟比较亲近 对不对 否则你在家里很懒散 有电视 很多连友都跟我讲 他没有时间念普贤 行愿品 一看寡婢都可以看很久 看韩剧可以看很久 所以环境还是会受 有关系的 所以第二类 你应该去亲近 亲近的环境 因为环境会让你的心 而升起 亲近的正念 第三个就讲 心跟静的互动 叫internal mindfulness 内心里的正念 external object 就心跟静 是相互影响的 这个叫interaction 就叫佛教的源起法 所以请你写下来 佛教没有审判 跟惩罚的思想 就像老师 教一个学生 全一般的学生 你要靠自己用功 你回去不读书的话 你还是会被当掉的 你不能怪老师的 接下来看佛性 Budernature 这个比较深 我长话短说 因为白教大手印 讲的就是 怎样证悟到 佛性 我们叫大圆满 也讲的就是 开显佛性 那大火印跟大圆满 都有它的次第 简单的讲 佛性呢 就是要你 能够了悟自己的心 本来是佛 可是当你现在讲说 师父 你本来是佛 你这样讲 只是概念上而已 你做不到 我答案你 举个例子 我现在坐在这里 你们后面的墙壁 是什么 你就看不到 方言一拉起来 外面什么 你就看不到 真正是佛 是过去 现在未来 他都知道的 就像河流一样 上游游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 它是连续不断的 所以当佛性开显的时候 佛性在佛经里 常常比喻 举个例子 你可以写像钻石 钻石上面 我们踩那个钻石 或者叫钻戒 从那山上的旷檐 踩下来的时候 都是包在石头里的 上面是灰尘的 可是不管你怎么样 磨 把它磨光 那当它磨亮的时候 钻石它自己的光 是从里面散发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佛性呢 就像钻石一样 这是释迦摩尼佛 在华严经的比喻 他说 中游人投胎做狗啊 你有佛性 但是你的佛性被掩盖了 你做到天上的天人 你有佛性 可能呢 散发的光芒比较亮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在佛教 基督教 或其他宗教 身上天的人都会放光 为什么 因为他自信向外显现 放白光或金色的光 可是假如你堕入在地狱 恶鬼出生 虽然很不幸你堕入三恶道 可是你的佛性是没有消失的 因此心经就说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有没有叫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讲什么 讲佛性 意思是说 你成佛的时候 你这个佛性啊 也没有增加多一点光芒 就算你堕落的 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你的佛性呢 也没有减少过 这样子佛性才是真正的清静的 因为假如会增加跟减少的话 他就会消失 你了解吗 对不起 这个佛性很深哦 佛性又可以讲三天了 我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讲 缘起信空 金刚经各位都很喜欢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因为六祖慧能大师的功德力 金刚经在中国 叫了一炮而活 重古至今 没有一个人不读金刚经的 连文人啊 都喜欢讲金刚经 一贯道啊 道教啊 都喜欢讲金刚经 但是我会觉得 金刚经啊 其实它文字很浅 背后的意思很深 所以因为很深 所以其他宗教 就可以乱乱讲 请看 一切有违法 什么叫有违法呢 就是我刚才讲 有subject跟object 有主观跟客观对立的 通通叫有违法 有违就是有造作 有相对的意思 你要去观一切相对的东西 都像梦一般 请把梦画起来 梦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虚幻的 虚幻昨天用 前天用彩虹 泡水泡泡 还有像影子一般 一样像早上的露水 也像下雨打雷前的闪电一般 你要常常做如是的观照跟思维 那因为金刚经很深 我今天为了节省时间 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再回来讲经文 你会比较清楚 这是我常常讲经 可能有人听过吧 在DVD里 这是我西藏一个老师讲的 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Title叫 One Million 就是一百万 对不对 一百万的美国的Rotary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觉得我每次上网 西藏老师在禅修了到他 这个故事至少重复了三次跟五次 每一次我听的感受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 对生活当中很高的体悟 有一个老人家 他有一对很好的太太 也有几个小孩 然后他平常这个老人 发生在美国 他退休了 退休了有一天 他就去买彩件 Lottery 大家知道吗 就是彩件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 我们在台湾叫六合彩 在新加坡叫马票 对不对 然后香港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那你们这边 Lottery OK 好 华语你们怎么讲 就是彩卷是吗 乐透 OK Lottery 好 那他买了 买了以后 他也没精益 他就放在自己脾子 他买的时候 是他太太给他去的 所以他知道 买了以后 他就不幸 就进了医院生病 结果很不幸 因为老化的 没有征兆 突然一检查 第四期癌症了 第四期癌症了 他生了病 就送到医院去 送到医院去 大家家里很紧张 太太也照顾 小孩也关心 朋友都来看他 结果他进了医院以后 没想到 一个礼拜开奖了 然后开奖的时候 因为他买的时候 他太太知道 所以他太太也有收据 就没有想到 Oh my God 我先生真的第一特奖 One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那当然是很喜悦 对啊 他太太知道了 他非常高兴 可是有个问题 要不要告诉先生呢 先生得了癌症呢 他一告诉他 可能心脏力复发 那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紧张 所以他们开家族会议 太太跟小孩就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呢 答案是 From the point of human life 从人权的角度讲 要告诉爸爸 因为这是爸爸买的 这是他的权利 好 那接下来 他就跟医生讲讨论 讨论了半天 医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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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他的话 他的心脏受不了 因为他现在 physical body是越来越weak了 所以呢 那现在呢 还是要告诉他 那就有家人 太太跟小孩 跟医生 又开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 他讨论谁告诉他 最后结果是呢 是医生告诉他 因为医生了解医护状况 那从法律的角度讲 万一他有任何的心脏病 或并发症的话 这要法律责任的 最后呢 那医生 可是当这个医生 听到的时候 他比他还兴奋 Oh my god One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然后呢 然后他就先进去 然后太太呢 跟小孩在外面等 然后等了之后呢 结果呢 他就进去 他就问他 How are you mister How about the weather 先说天气如何 他说OK啦 Not better Do you feel better 他说OK 我今天觉得还好 然后他就关心他 这样慢慢绕 也不敢直接讲 然后最后聊聊聊 讲到一个重点说 Mister I heard some news 我听到有些消息 听说啊 你还没有在应进医院之前啊 你买了一张彩卷是吗 我说对啊 哎呀 反正我老了嘛 你没什么钱啊 我就随便买一买 有种跟没有种都无所谓了 他说 他说假如 英文 Hypothy 假如你中了one million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医生对他很好 是他主治大夫啊 他那个先生就跟他说 假如我中了一百万哦 我一定分一半给你的啊 他说Really Really 他说Yes You are very kind to me 你对我很好 那是不可能的啊 对不对 假如我中的话 我一定给你 他说Just a month 不是讲Just a month 他说Wait for one minute 他说给我一分钟 那医生呢 跑到旁边去拿一张纸先写 假如我中了一百万 我同意要给一半 给先生 这拿过来 然后给他 他说 Can you cut any signature Do your signature Sign it 那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哎 没关系 反正不可能中的嘛 那医生 真的我中的话 这个医生对我很好 我一定分给一半 结果呢 在他 就是拿给他 那个老先生 就真的签名 就签了签名 那一刹了 BAM的医生 一个人倒下去了 你猜是谁 医生 诶 各位怎么这么知道 对 挡下去 就是医生 结果老人家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旁边有个警铃 Emergency 这个bell 就按了 BBB 糟糕 他太太呢 跟小孩子 Oh my God Oh God bless my son God bless my husband 他就会这样 糟糕 一定呢 是我先生挂了 对不对 然后冲进来 结果医护人员 也全部冲进来 就发觉 躺在地板上的是医生 老人家呢 就没事了 最后他问了这个故事 后来那个老人家 虽然是 第四期癌症 但是通过化疗 慢慢治疗 最后他康复了 很神奇的 他就回家了 我讲这个故事 看 因作如是官 从这个故事里 什么叫空性 各位可以提高的到吗 就是说 你心里没有 强烈的期盼跟执着 英文叫 Glesby was strongly attachment 讲空性 不是否定一切外境 佛陀已经入灭了 这个地球还存在 这个世界有五大不周 有游游的众生 继续在这轮回 这些都发生了 讲空性是指 斩断你心中的 那个执着 请看 那个医生 为什么会心脏病复发 因为他有强烈的期待 英文叫 Glesby 就像师父 现在表演给你看 我手抓起来 挖杯子 玻璃杯 我就用力 那玻璃杯一破的话 我手就被割到 所以佛教讲 不要执着 很多人理解为误解的 不要执着是说 斩断你内心的 那个贪爱 占有 留恋 执着的那个心 就像那个医生 他有强烈的执着 所以很不幸了 他真的是没什么福报 这是我的command 你看 当老先生已经签了给他 结果呢 棒的医生呢 过世的却是那个医生 为什么 他有强烈的执着 因为他太高兴了 他没有想到说 那个老先生 竟然这么慷慨的答应呢 我有half million 心脏受不了 只有心脏病复发 就过了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叫心肌梗塞 受不了 对不对 那你看老先生呢 他本来得了癌症 可是他却没有死 为什么 因为他心中 没有强烈的期盼 与执着 了解吗 所以不要执着 是指这个意思 不要执着 不是说 听人听了佛法 明天我就不要工作 错 那叫逃避责任 很多人对佛法解释的 不要执着 是错误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 我看到华人也很喜欢讲 随缘自在 自在随缘 请问你明天要不要去 过几天要不要去 汉堡听演讲 随缘 我们看因缘 其实你心里是讲不要去 那你就讲不要去啊 你为什么要包装自己 讲得这么漂亮呢 好像包装自己啊 然后呢 觉得我修得很好 注意听 越会包装自己 你越不会开悟 我们人有太多的面具 各位看过中国的菜吗 竹笋 就是一层一层的剥落 禅宗讲要说 出关二关三关 就是要把你那些 乱七八糟的概念 框框 一层一层的剥落 剥落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到竹笋的 在这个中间嘛 你吃竹笋的时候 你外面的皮是不会吃的 因为太硬了 所以禅宗讲 层层剥落也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写下来 真诚跟自然 是开悟的条件 不要包装自己 你在师父面前 不用包装自己 不要在免有面前 包装自己 假如你真的想考的话 那你干嘛来学佛法呢 那你应该要开悟了吧 所以在轮回里面 你要掌握的重点 其实所谓不要执着 是要斩断你内心的 期盼 占有 期望与留恋 所以事情来了 你要尽心去做 做完了就把他放下 所以金刚经讲 释迦牟尼佛发愿要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成佛 他还卵实话 你说佛有没有度众生 有 佛生生世世都度众生 可是下去还有重要 他天天度众生 可他心中没有度众生的念头 所以他讲 十五一众生得度者 了解吗 对不起我讲天道或一观道 为什么 他不会讲度众生 度众生就拉的信徒越多 就排线班 将来就位置越高 错 这个还是有数字的概念 这是有所求 不会开悟的 或许你做了很多善法 但是你还是有所求 所以金刚经其实是文字很浅 意义很深 所以要常常观一切是梦 是幻跟炮跟瘾 关于梦呢 还有很多空心的叫法 我想我今天真的没办法为各位讲 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希望各位刚才 一刚才那个one million故事呢 你去想一想 什么东西 我现在真的执着了 看香港大雨山 宝连禅寺的大殿 中间就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就是第四天 我们一般讲玉皇大帝 其实道教玉皇大帝 第四天是佛门的大护法 而且他是佛的很精进的弟子 左边是大梵天王 这是以波尔波罗蜜而雕像 那传统上大殿怎么雕呢 那就会看出你这个道场修行的法门 像我们桑叶经是供华言三圣 所以我们修华言经 我们也供千手观音 我们也修大悲观音法门 我们也求生极乐净土 但是这个东南亚很少看到的雕像 我当时参访的时候非常高兴 因为他是以摩赫波尔波罗蜜金 第四天跟大梵天王 都是佛的圣弟子 好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空性以后 要先学着心不要受环境影响 所以心尽如止水 就在日本银阁寺 日本佛教也是非常兴盛 受过禅中的影响以后 他还受用禅 然后布置这个庭园 所以所谓像茶道 花道或是庭园布置 都是来自于中国 陈中 影响他们的日本文化 你看当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倒影 接下来看彩虹 彩虹也是虚空的解释 比如说 你现在看彩虹很漂亮 你伸手去抓 其实你是抓不到的 举个例子 我们在坐飞机 我从台北转机到曼谷 曼谷飞往跨国巴黎 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都看到 飞机外面窗户都有很多的云 当然大家知道 为了安全你是不可能打开窗户 我现在说 假如你现在想想 想象一下或观想一下 你手可以伸出去抓云的话 其实你是抓不到的 但你抓不到不能说云不存在 云还是有样子 知道吗 所以以形象来讲 他还是有 可是你抓他的话 是他没有永恒不败的 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叫缘起性空 性空是讲他的本质 缘起是他各种条件 像虚空中的彩虹 就是一个例子 这张很美 前面是棉花 接下来看各位知道的 firework 烟火 全世界在跨年的时候 我们每个都市都是 不择手段的 法国 巴黎 对不对 林敦 还有澳洲 雪梨 台湾 日本 东京 纽约 全部在放烟火 人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喜欢放烟火呢 那是用钱 然后喷到天空去烧的 砰一声 你看烟火 很美啊 非常非常的美 有多少人非常欢喜 跨年 Happy New Year 可是烟火呢 是很美 但是就消失了 接下来再看台湾高雄的 元宵节花灯 对不对 创造这些都很美啊 晚上很美 可是白天没有电灯的时候 你就觉得不美 可见美是你心里的感受 问题是外在是会变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永远呢 期盼它是真的 所以写下来 紧紧写下来 人为什么觉得很苦 因为你希望什么东西都不要变 这是你痛苦的原因 比如说你现在很认真工作工作工作 然后呢 昨天跟人家开会 花了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啊 开会啊 到第二天老板跟你说 Oh my God We have another meeting again 说 why 你就非常very angry 为什么 你就会说 甚至你还会得理不饶 人说 昨天不是讨论好了吗 昨天还表决好了 为什么你今天 因为你期望不要改变 学佛法 第一个要心里去接受 所有的东西都会变 可是我们不接受 举个例子 像昨天的信用物诗 跟今天的信用物诗 有没有变了 有啊 昨天我青春都很大 今天呢 擦了药比较好一点 昨天呢 身上的细胞呢 今天呢 头发又长长了 我们每天每天都在变 可是我们不察觉 就算我们察觉 我们也不承认 就算我们承认 我们也不接受 了解吗 所以佛法伟大的地方 讲空性 讲缘起 讲无常 他不是要否定这个世界 而是要告诉你 你要有宽广的心 去接受任何的变化 但是在变化当中 他没有一个永和不变主宰的实体 在印度教会说 会有Siva God 创造我们 在西方 也有某一些人 他为了安全管 他觉得我希望要仰赖一个上帝 或是一个神 因为我有依靠安全感 但佛跟你讲 不是上帝创造你 是你自己创造你自己 你的业 所以请看 继续看 台北101 现在我们给你看跨年 今年跨年的时候 台北101 全部呢 非常的兴奋 年轻人啊 几人啊 一百多万的人 在台北市东区 然后这样倒数 接下来 看 因果 一声 对不对 接下来 更热闹了 最后呢 更热闹了 最后 消失了 台北全部就变烟雾了 真的烟火只有15分钟 到20分钟的 请问 烟火出现了吗 答案出现了 这叫缘起 各种条件 具足 对不对 因为你过去 的神势 业与烦恼 跟今生 爸爸妈妈有缘 然后你就来投胎了 并没有说 谁创造你来投胎的 但是呢 我们很不容易去接受 好 这个是我下面要补充的 请看 这不再讲一类 所以你要了悟空性 空性 不要只是嘴巴讲 要从两个角度去努力 第一个 积聚自己的资良 increasing the virtues of the universal compassion and the ultimate wisdom 要积聚呢 广大的慈悲心 跟初世间智慧 所以在佛门里面讲要 未成佛前 要修福 修慧 你修给谁看 不是给观世音菩萨看 你是给自己努力 自己对自己的努力 第二个要 灿除业障 pulifying all obstacles and the difficulty 就是要净化你 所有的困难与障碍 就像我们的心 如镜子 各位都喜欢禅宗 我现在讲禅宗给你听 对不对 大家知道五祖跟六祖的寄送 对不对 五祖讲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务时惹尘埃 我们身像菩提树 我们的心像个镜子 修行是怎么修呢 就是每天要去擦拭 很好 其实五祖讲的没错 五祖是国家的国师 他讲的是修行的过程 你可以写下来 这是我的建议 当五祖写了这个祭送 贴在寺庙里 大家都非常赞叹 他毕竟是国师 可是 对不起 陈秀大师 陈秀大师 五祖看到了 很高兴 可是他觉得没有开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树的概念 还有镜子的概念 可是当时的六祖会能大师 南蛮子 会能大师 他没有读书 他就问 大家都在念那个祭祀呢 他一听 他说其实这没有开悟 他说我也有一个祭送 我不会写字 我念给你听 你写了吗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哇 所有人的震动 这个是真正开悟人讲话 这个讲的是过程 前面讲的是过程 神秀大师是讲过程 而六祖会能大师讲的是结果 真正镜子插插插插插到最后 你看镜子反光的时候 他变造三千大件事件 只要你心清静的时候 所有都能反射 所以真正的智慧 是从内心里升起的 不从外面来 了解吗 所以希望各位联勇 中国虽然有很高的是禅中功 我也知道禅 传到全世界 然后呢 我也知道 在日本跟韩国 也很重视禅法 可是我要提醒你 不要只是嘴巴上讲空 这样你没有利益的 要真正从灿除业障 所以修行的过程 还是要时时情浮事 勿时惹尘埃 有天每天有念经 和没有念经 心的静不一样 等到你开了物业以后 你才可以跟我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就像昨天的人 有跟我讲 烦恼即菩提 不要讲太高 佛法他有次第 所以一步一步修 真正开悟的时候 你是本来无一物的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成为中国一代的高僧 成为肉身菩萨 这说明什么 他设现一个老先生 从南方子来南蛮子 就南方的野蛮人 他没有读书 他可以开悟 可是你不要忘了 他过去是 深深深深都是 讲经的大法师 他读过很多经论的 只是他在这一生 告诉你说 开悟跟你有读书 跟没有读书 是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要能够 在忏悔业障上去努力 然后居居之良 这样子你才会了悟空性 否则看到全世界东南亚 都喜欢禅 对不起我说三个字 禅 禅中的禅 第二个 纠缠不清的禅 第三个 凄惨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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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学那些口头禅 那只会功过你的生命 你烦恼来的时候 癌症来的时候 这些都做不到了任何力量 希望你看 西藏在五台山 藏人大礼拜 就业的精进大礼拜 要拜十亿万礼拜 为什么 他就是灿除自己的恶业 我可能要讲快一点 接下来你看 五台山台怀症 为什么要造的热射利塔 然后呢 这样念佛 然后有转经轮 转经轮当然是西藏的文化 就是说 你绕着佛塔 而颤除自己的恶业 深口亦清净 接下来 为什么在印度菩提加园 大家都要出钱 然后造佛塔 造花蔓 广修供养 五千十大院 也是要广修供养 对不对 你看看 就是我们参加 菩提加园大法会 所有全世界呢 供养的花 那佛刊上面的花蔓 是我大年初一共养的 对不对 所以 接下来 你看在伦宾里 日本人日联正中 以妙法灵华金 南无佛隆雷黑 建了全世界的世界和平佛塔 很不幸我直说 其实日本人在第一次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造了很多杀业 所以由日本人出面 而全世界日联正中募款 向印度交涉 买当地的地 而建了世界和平佛塔 对不对 希望能够修福修会 然后你看 这是印度智慧灵的佛塔 所以塔也是象征 佛的另外 佛像的另外一个表征 所以我们要积蓄之良 我们要广修共养 我念一段 我们评给你听 观世音菩萨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观世音菩萨也清净过 千亿的佛 在每一个佛作下都发广大的愿望 深深深深深不疲不愿的利益众生 好 接下来再看第四段 请看第四十九页 好 我讲快一点 好 这个四十九页讲 怨惑政治 注意听迷惑 英文叫confusing for delusion也可以 你这些迷惑把它转变为 wisdom 那你必须了悟空性 所以金刚称其实是很深的教法 若我以比喻来讲 各位不要介意 有大学叫硕士班 接下来博士班 南传佛教向大学毕业 大乘佛法向硕士班 金刚称是博士班 我这样比喻可能有些人会不高兴 其实你不了解金刚的政治教法是很深的 他要有硕士跟大学的基础 当你在修金刚称的观想 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的时候 你才会发起广大的悲心的 所以请看 总说说明迷惑确实当下可以转为智慧 但是你要遇到好的老师帮你转变 因此在金刚称不认为DVD可以取代上师 我再讲一遍 我自己也发愿 这次也供养各位DVD 全程录影 现代网路 我听到说现代因为科技时代 有很多人就不去庙了 他说算了 在家里听经就可以了 对不对 错 因为听经只是一个工具 以金刚称的角度来讲 你没有去拜上师 你是不会开幕的 在大圣经论里 摩克波尔波罗密经 华严经 法华经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他都要去参访善知识 为什么要善知识 注意听 善知识很重要 因为善知识不能够 DVD跟录影带 跟网路 不能取代善知识 但善知识 它跟你面对面 有新的能量的互动 它可以去模拟 像中国禅宗 为什么你要跟师父住在一起 对不对 师父可以教化你 调伏你 可是当然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人会高喊说 其实不用去清净善知识 我只要读DVD 还有看网路就好 我跟你说 我保证你不会开悟的 因为你不知道开悟的方法 你知道的是文字 可是你要去清净 有修持经验的人 好 现在请看 别显以极度的清虔诚心 与恭敬心 清净呢 寻找有传承清净的 聚德宝上师 可是讲到这边 正面跟负面 我都要说 很多人会害怕金刚正 也有一个其他原因 就是在金刚正 遇到不好的老师 或假的老师 常常骗到一些 财色名十岁的事情发生 可是师父跟你说 一个是你没有佛法的基础 第二个你选择错误 第三个 其实你会遇到不好 也是你过去的恶业 在愣言经里面说 叫外道种性 有一种人他喜欢修行 但是过去呢 听完佛法的时候 因为没有善真事 所以他就毁谤 因此来生修行的时候 变外道 所以他正想修行 可是他碰到那都是坏人 那是各自的恶业 所以你要忏悔业障 在如你谁都不相信 我请你相信 佛菩萨 你念观世音菩萨 我地藏菩萨 我阿弥陀佛 就会灿除你的恶业 举一个例子 我真实的例子 所以我今年出教二十四年 我学金刚车也快十五年 十五年前的以前 我我是学大车 我要进入的时候 我也怕遇到假的老师 我听到很多幻病的例子 我后来想 我谁都不相信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吧 所以我一口气念了 三十万遍六字大民众 我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找到深深适适 跟我有缘 清静传承的 俱德宝尚师 后来我遇到老师 都是好的 甚至我现在虽然学佛了 我小学 国中 高中 还有诗专 还有佛学研究所的老师 我通通都感恩他 所以不要去轻易否定老师 请看下一段 很重要 这个是我补充的 请看 在金刚圣最严肃的叫 三昧耶 三玛亚 第一对上师或善知师 要有信心跟前进心 要欣赏老师的功德 而不要看过失 现代人很奇怪 佛教徒很喜欢跑道场 这个呢 跑来到道场 就开始看这个师父 刚开始很高兴 结果呢 师父念了他几句话 就不高兴了 也不给他做干 不给他 不做他会长 他就不来了 接下来呢 又跑到另外一个道场 然后就开始大眼瞪小眼的看 看了那都是看是非 然后呢 花了五年 又搞了一个是非 又跑了 又换第三个道场 请问人生 有几个十年 让你去跑道场啊 真的 这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 在德国 听说也有 其实东南亚 华人也都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专门看老师的过失 而没有看到他的功德 你要想当时 你为什么要拜这老师 比如说 你读小学的老师 国中的老师 高中的老师 大学的老师 凡是教过你啊 你都会有感恩 你不会说学完以后 你再骂他说 You are so stupid 那你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 对不对 当然善知识里面 有好 有不好 有亲近 有不亲近 有跟你有缘 有跟没有缘 但是你亲近 尤其是金刚诚的老师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有三妹爷界 他会跟你生生世世 都有业力的关系的 大臣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选善知识 要很谨慎 举个例子 不要看上师的过失 我就举这一世的 十七世高猫吧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 假如你现在肚子很饿 人家烤一个饼干 给你吃 或面包 因为火烤得稍微过头了 旁边脚有一点焦焦的 那你不能说 因为焦焦的 你就不吃这块饼干 或面包 为什么 因为你肚子很饿 你也只有这块面包可以吃 他用这个比喻 全世界你要找到 完全没有精进的上师 那是很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们是凡夫 老实讲 就像101层楼 我们在第十层 这下面是我解释 我们是到不了101层的 老实讲 我们是看不到观世音菩萨的 那可是观世音菩萨 跟诸佛菩萨都大慈大悲 发愿来人间 做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的七众佛弟子 所以你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 一切都有佛菩萨千百余化身来 所以当你去选上师的时候 注意听 要先问他的传承 可能有些人跟你讲 我们传承不清静 我们不清楚 这是秘密 小心 这有问题 真正的传承 没有什么秘密 不可以告诉别人的 我只能讲佛法 你自己去判断 第二个 老师呢 你觉得他值得你学 你就像那个面包一样 你不要挑 那个呢 他烤焦的那块角 假如你真挑剔他的话 你整片都不吃的话 你会饿死的 另外 对上师有一个比喻 在华言经里面讲 看这里 雕刻佛像 师父是一个刀子 徒弟呢 是一个木头 当你雕刻像的时候啊 师父要你向右转 你就向右转 向左转 你就向左转 假如好的老师 我现在讲好的老师了 假的老师就不要谈啊 师父要你向右转 你硬要跟他顶嘴 向左转 那你刀子会断掉 木头你会受伤 知道吗 就像中国学医一样 拜师学医 你既然要报应他 你就要相信他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上课 生病了 很不幸的 到了医院里去 医生开你的药 尤其是华人啊 很喜欢自作主张 当然因为现在有很多 坏的医生啊 或是护士也发生了 但如果这个医生 是你相信了 看到他叫你要吃药 你就吃药 你不能回去说 哎呀 吃那么多药 他给我五颗 我自己吃两颗就可以了 那你的病 绝对不会好啊 同样 你医治上师 你就要相信上师 但是不知道的话 你要跟上师讨论 第二个 对金刚秤 师兄弟之间 不可以嫉妒跟毁谤 要真心合和与团结 为什么呢 jealousy can destroy everything 在同门座下呢 嫉妒毁谤是会摧毁一切的 先不要讲金刚秤 再跳回来 六祖飞龙大师的故事 你看 当五祖直到六祖开屋的时候 半夜跟他讲 到我房间来 用袈裟围着他 跟他讲金刚经 他听到阴无所住 我的开悟 开悟以后跟他讲 你赶快走吧 为我来追杀你 其实我查过传记 神秀大师 他自己的涵养是很好 他贵为国师 可是他旁边的出家众 跟在家众 为了捧他 做禅宗第六代祖师 其实追杀六祖飞龙大师的 所以人为了欲望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人未被权力跟欲望迷失的 所以 因此金刚秤师兄弟之间 不可以忌妒 不要炫耀 要和和 这两条是金刚秤最难最难的手 他比菩萨界都还难手 叫三昧耶界 所以各位 我最后很真诚的建议 金刚秤很舒适 但是不是开玩笑的 各位选择要谨慎 如果你碰到是奇奇怪怪的 是你的业力要忏悔 拜观世音菩萨 拜地藏菩萨 你业力忏处 也可以拜阿弥陀佛 你就会遇到真正好的老师 接下来金刚秤 转贪秤吃 贪是负面 正面就是慈悲 秤转过来就是智慧 吃转过来就是怨恨 举个例子像师傅的手 手掌跟手心是同时出现的 转变呢 我举刀子给我 来给我一个叉子 叉子好了 也可以 叉子跟刀子 看我表演 这是我常常喜欢讲 刀子跟叉子 好 在厨房里面 你可以煮饭 没关系 切菜 可是如果不良少年 走在路上 听说有时候 德国有些大都市 有些不良少年 也是会拿刀子来恐吓人 台湾也会发生吗 刀子不良少年 它可以去伤害人 可是在厨房要帮助人 刀子可以切菜 可是在医院里 急诊室 假如一个人得了肿瘤 他可以拿刀子 赶快的 眼明手 把它肿瘤给切掉 太慢的话 癌细胞散开 它是会死掉的 所以刀子 你把肿瘤给切掉的时候 你可以救一个人 可见刀子跟叉子 没有绝对的好话 好坏在哪里 用人的心 这就是佛陀教我们的 那现在 刀子跟叉子 所以在外国 我听说 家里有忧郁症 他最怕的是什么 把厨房的刀子 全部都要藏起来 因为他怕他自己割碗自杀 对不对 你看人类活在物质文明 很舒服的地方 可是内心世界就很痛苦 那请看 把这刀子跟叉子 用火把它融化 融化以后你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小狗 做双饰品 也可以做耳环 也可以做项链 你也可以做成一尊 小的观世音菩萨 带在你身上 做狗啊 是没有功德的 可是做观世音菩萨的话 带在你身上 是有功德的 所以你要了解 其实刀子就像我们的烦恼是贪嗔症 贪嗔症的本质啊 也是空性的 所以转贪嗔症呢 就可以成为慈悲智慧与艳恨 好先看一下 我们龟一三宝 在茫茫生死大海中的法传 你看 我愿获正治 我们在南传 或大乘的法师 或是金刚乘都要修禅修 你看南传的法师 他在这个禅坐的时候 他都会生起很多妄念 贪然很多东西 甚至觉得修行很苦啊 我躺下来休息 会不会是更舒服啊 因此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里 请各位看 叫藏传佛教有九度心 第一个下面是大象 代表你全部的恶念 慢慢调伏 你看大象 第二只就变头 耳朵是白的 最后呢 第三只 大象的头变白的 代表我们的恶念 慢慢慢慢转变 到最后呢 看最左上角 还有很多只大象 你可以调伏你的心 大象很静静的 最后你骑着大象 可以飞到天上去了 这个是在出自于 宜家师弟论的九度心 也传到藏传佛教的广论 在禅修的过程里面讲 我们转变我们 新的过程分为九个阶段 各位可以上网 这个我讲过 所以修行的阶段 可以我提供给大家 补充资料 这不在讲义里 第一个 你听到空性 只是知识跟概念 第二个 空性在你内心里 有没有绝授跟经验呢 举个例子 刚才大家听到了 one million的故事 下次呢 看到钱的时候呢 你要深呼吸 深呼吸 深呼吸 很多东西不要太计较 你越计较越痛苦 第三个 你要行住坐卧 为什么叫walking meditation 要禅坐或行禅 不管动中禅 静中禅 各种禅 就是要提醒你的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正知与正念 听好这两个字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虽然翻成英文 可是不同的精锐 有不同的意思 当你行住坐卧 都能够正知正念升起 慢慢你就有决性升起 叫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还有分初中高的 不同的阶段 所以修行是会经过这个阶段 而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呢 大概是在停在 第一个阶段 跟第二个阶段 有些善根比较好的 可能会到第三个阶段 但是呢 假如你最近很忙 很累 或发了脾气呢 那你又会退回到第二个阶段 跟第一个阶段 所以佛教是要经过 一个一个阶段 去体悟的 举办理 清静心是禅定的根本 我们佛教常常用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 第一个 我们的念头像呢 像我拍的 九寨沟的万马奔腾的瀑布啊 九住心 我把它归纳为三个账片 第二个 你慢慢调幅 就会让河流上 平原上流动的河水 本来流得很急 慢慢慢慢很缓慢 到最后变成呢 无波宁静的大海 所以禅修可以经过 这九个阶段 可以浓缩为这三个的 接下来 你的心才会像莲花 出污你而不染 我们佛教里常常呢 都喜欢用莲花 你看 莲花 真正的莲花 你把它剪下来 插在雪瓶里啊 三天就枯萎了 真正的莲花 之所以会芬芳 而且会非常的庄严 香气片满十方 是什么 莲花是从污泥中而来 这个污泥代表 我们的六道轮回里面的考验 而这个莲花 出污涅不染 代表我们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我们心念的观修 就像百川会归大海一样 你要呢 希望转所有的迷惑 而振入无上的智慧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我想跟您讲到这